最近一段时间以来,埃塞俄比亚政府正在推行一个三个月的换钞行动。 在未来三个月之内,埃塞俄比亚政府将发行新的钞票,要求老百姓把自己手中的旧钞票都存到银行中或者兑换成新钞。 三个月之后,旧钞票将无法在市面上流通。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换钞行为呢? 埃塞俄比亚政府说得很清楚,就是为了打击偷税漏税和黑钱。 而且埃塞俄比亚的这个行为,学的就是四年之前的印度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,四年之前的2006年11月,当时莫迪刚刚上台时间不久。 在11月的一天,突然印度政府出台了一个规定。 从明天开始,废止掉所有500卢比和1000卢比在市面上的流通。 国家重新发行500卢比和2000卢比面值的钞票,所有老百姓必须把你的旧钞换成新钞或者存入到银行。 未来一个多月之后,旧版卢比将没法使用了。 印度政府这个命令给得非常急,当天出命令,第二天就开始实行。 所以从第二天开始,印度各地排起了长龙,人们纷纷在等着换新钞。 印度为什么要换新钞呢?原因很简单,就是为了打击偷税漏税和洗黑钱的行为。 由于现金没有任何标记符号,谁拿着谁就可以用。 所以长久以来,各种各样的地下经济,黑色经济,灰色经济,赖以生存的就是现钞。 以前我们就跟大家聊过,在美国,什么样的人才会持有大量的100美元面儿的钞票呢? 那基本就是贩毒分子。 因为美国有着非常强大的银行体系,大多数普通人自己的财产都是在银行之中流转的。 普通人的消费使用的都是信用卡,随便翻一个美国人的口袋, 里面能有个二三十美元的现钞就不错了。 当然,这一点在最近几年,在我国发展的更快。 最近几年,由于无现金支付的流行,大量的中国人不要说钞票,连信用卡,钱包都不见了踪影。 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都说,哎呀,过去几个月,我连钞票都没有见过。 说实话,时间太长了,我都忘了人民币长什么样了。 而印度不是这样啊,别说四年之前了,即便是今天,印度有90%以上的交易,还是使用现钞的。 印度政府自己有过统计啊,由于使用现钞,所以有三分之二本来应当收上来的税,收不上来了。 各种各样的交易都存在着透露税的行为。 更别说,印度各级政府中存在着大量的腐败,腐败弄来的钱当然不能进入到银行系统中啊,那当然得以现钞的形式藏在家里啊。 因此,莫迪上台之后,就要改变这一切。 他要使用的方法,就是一个快准狠的方法,换钞。 民间不是有大量的黑色经济,灰色经济吗? 这些见不得光的钱,都是以现钞的形式存放着的。 那么好,我规定开始换钞,把市面上所有的旧钞,你要么存到银行中,要么换成新钱。 当然了,你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啊,你去换钞没有问题。 一方面,这个钱不多,另一方面,你是讲得清楚来源的。 可是,如果你手中有大量黑钱的话,你是很难换的。 你拿着上百万卢比的旧钞,到银行换新钞,人家是不会换给你的。 你要存入到银行中都不行,甚至莫迪政府当时规定啊,如果你有一笔钱,讲不清来源啊,但是又无法证明啊,这不是你的合法财产。 你想换新钞或者存到银行中,可以,政府一次性要收你60%的税。 这还是能讲情是自己来源的,如果你是一个犯罪分子,或者你是一个官员,估计你连把这个钱拿出来换的勇气都没有啊。 是的,莫迪政府就是要用这样一个方式,彻底的打击偷露税和洗黑钱腐败的行为。 当然,想下这个决心也是很艰难的,因为现钞在印度经济生活中实在使用的太广泛了,而印度又是一个有着将近14亿人口的大国家。 你想想,本来印度这将近14亿人,每天每一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是要使用现钞的,交学费,买食品,发工资,住院,90%以上的经济行为是使用现钞的。 而印度农村地区七八亿老百姓平常更是连银行都不去,印度的银行服务网点下沉没有我国这么厉害啊,不是每个乡村都有银行的,印度大量老百姓根本就不相信国有的银行,所以他们习惯了把钱藏在家中。 那么一戏之间,突然一个行政命令下来,所有的旧钞全都废止了,你想用可以,你必须把你的旧钞换成新钞才行。 大家想想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工作量啊,对于很多人来讲,被这个突如其来的行政命令打懵了,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赶快去排队,赶快换新钞,如果你换不到新钞,你这个旧钞是没法流通的,没人会收啊。 甚至当时有的印度小老板,他在发工资的时候都犯了难了,我这只有旧钞,没有新钞,你让我怎么给工人发工资啊? 为了换新钞,印度老百姓在印度的各大城市乡村排起了长长的人龙,甚至有人要一排一整天才有可能把新钞换来,而且新钞的供应也没有那么快啊。 您想,要在短时间内,要把整个14亿人的经济体重90%以上使用的钞票换掉,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工作量啊? 甚至有人后来评论说,就因为这场换钞运动在那一年,印度的GDP下降了0.5个百分点。 而且,在印度很多农村地区,由于换钞不及时,甚至出现了通货紧缩,没有办法,整个社会没有可以用于交易的货币了。 当然,还有很多人指出,对于一些富人,政府官员和黑社会分子来讲,他们为了把自己的黑钱洗白成白钱,在民间他们招赖了大量的普通人,让这些人帮助他们换钞。 以至于,有相当一部分黑钱,本来是黑的,结果通过换钞运动,换成了白的。 当然,虽然换钞运动后来遭到了各方面的非议,然而从今天看起来,印度的换钞还是基本达成了当时的目的。 通过换钞,有很多偷漏税洗黑钱的行为被制止了,很多城市税收因此而增长了。 可以说,印度用壮士断腕的决心和0.5个GDP的丧失,完成了这场换钞运动。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埃塞俄比亚要效仿四年前印度也换钞的原因。 从印度的换钞运动,我们可以看得出来,现金,现钞,它确实方便了我们的生活, 但是也给很多犯罪分子、腐败分子提供了便利。 相比印度,我们今天不用换钞,因为原因很简单,我们有着非常强大的无现金支付体系。 对于普通人来讲,我们几乎都可以不使用现钞了。 今天,有谁在拿着一个大皮箱,装着数百万人民币,到售楼出去买房,到4S店买车, 估计人家都要怀疑,你的钱是从哪来的了。 而且,人民银行在多个城市已经开始试点,取现金十万元以上,就要触发系统报备。 所以,科技的力量,让我们不用换钞,也能达到换钞的目的。 赵旅拍案,本回书着落在此。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,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。